好 张老师 有人来看我一会儿 给你们带吃的 好 好 好嘞 拜拜 来来来 往大家来想一想 怎么样把这个枯燥 而又漫长的旅程 变得有意思一些 如果让这个许愿香 飞起来的话 不行 愿香凤凤凤 这个顺老师 这是我们俩她的 优优奥 bind 喂 慧珍 秦师兄你怎么了 怎么这么雅呀 怎么还咳嗽了呢 你是感冒了吗 吃药了吗 小感冒而已 不用吃药 什么小感冒呀 我 不是早都跟你说 你是不是因为冷空气 你又穿很少 所以受凉了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又没关空调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说你一个男人要什么风度啊 昨天咱们打电话 我还对你说了要把空调关掉 再睡觉你骗不听 你说你 你是不是又没吃饭 你肯定没吃饭 你要吃饭了你抵抗力 能这么差吗 你说你 现在是不是冰箱里连水都没有了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听说呢 你也真的是 你是不是又买你们家 楼下那个三明治了 让你别吃这些东西 让你吃点热的饭菜 都手把手教你怎么煮电条 你教什么听你也不做 没那么严重 真的没关系 什么没这么严重 每次都说没这么严重 然后每次都很严重 你现在赶紧睡觉 赶紧睡觉 我先把电话挂了 然后一会儿反正有时差 我晚点 我晚点再给你打电话 那边估计也就中午了 挂了挂了挂了 真的是 怎么跟养了个儿子一样 这一天天的 让你吃饭不吃饭 让你吃药不吃药 多穿点 多穿点 就是不听 就多少回呢 跟你说了 真的 乔儿 你到了 你在哪儿啊 咖啡厅 那个 看到你了 乔儿 看你这么认真啊 等你呢 无聊先看看书 行了 你能看懂吗 看不懂也就一起看看吧 你怎么今天有空来啊 对啊 我教授休息嘛 所以我就说过来看看你 你好久都不见了 怎么样 你在这儿睡吗 还行啊 张老师他们人可好了 我们一般都在那边坐着 那边是可以一起创作剧本 什么样的地方 环境很好吧 那 你喜欢可以留下来啊 喜欢可以留下来啊 我跟你讲 我现在的生活也过得挺好的 我现在是左手当老红 右手当学霸 优秀就是这个阶段 生活也还蛮充实的 现在是 那就好呢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以后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吗 不是 我说话 你怎么听不懂啊 我跟你说 你要是再给我打电话的话 我就把你拉黑了啊 好好学习 谁呀 你说这现在这小孩 怎么劝都不好使 小孩是 又是另外一个 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的 一个可怜的小男生 多小啊 我学弟 才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啊 可以呀 姐弟练 行啊 你别开我玩笑啊 我听说这家咖啡还不错 要不要喝点咖啡去点东西 好啊 你怎么又变回老样子了 什么老样子啊 头发 因为我头发 老是这样拉直 特别不方便 我心想反正三个月 拉直一次都挺浪费时间的 所以 而且我觉得卷发挺好的呀 那倒也是 每次拉直还伤头发 好啊 幸亏你没住过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呀 因为我感觉你在这儿找到了归属感啊 早知道当初去什么隐蔽啊 直接来这儿不就好了吗 可是如果我没有去隐蔽的话 我可能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如果没有隐蔽对我的锻炼 我就没有机会采访到张老师 如果没有采访到张老师 我就不可能来他的工作室 然后直到今天 坐在这里跟你聊天 也对 所以其实 很多事情啊 还真的是不能绝对的 事出有因嘛 对吧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夏宇会发生什么了 真的行 笑什么 我只是觉得 这口气好像林一木啊 突然间想起他了 对啊 也不知道他心里过得好不好 不过我觉得以他的心理 就算给他扔到一个 无人的小岛上 他也一样能够过得很高 对 他就是那种人 在哪儿都能够 耗着脸皮活下去 Jun 这里吓得还蛮大的呢 是啊 是啊 我们这去的一下这里 到底是怎么了呀 你们把这个 dispos得性格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 找不到他 手机又关机 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 不会的 不会的 慧珍 肯定是我想多了 慧珍 张老师 你今天一直在发呆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一会儿麻烦你去一下插画组那边 人物造型听说已经设计好了 你帮我们拿过来好吗 好好好 别忘了这个 好嘞 来 慢点啊 好 你去哪儿 不是去插画组吗 门在那儿 对 那我先过去了 好 他从昨天开始啊 就一直盯着手机在看 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 有可能 以前啊 他们一天都打好几个电话的 怎么都不接电话呢 感冒发烧都不吃药的嘛 再打最后一遍好了 喂 喂 慧珍 怎么样啊 你的病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我 我很好啊 那你干嘛一直关机啊 你都不接我电话 真的是 刚刚在飞机上 没法接电话 不好意思啊 你 你担心死我了 你那件粉色大衣很漂亮的 对啊 这件粉色衣服 是夏乔送给我的 你怎么知道我穿粉色衣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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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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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结束回来了 给 开什么玩笑啊 真的是 提前 我失业了 我以为可以等你一年 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 我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我索性就辞职了 在纽约的车和房子 我都已经处理掉了 我正式宣布 我正式宣布 从现在起 我白浩宇 放弃工作 回来陪李慧珍 真的假的 当然了 那那那你工作怎么办呀 以后 只能靠你养了 那你等 等我一下啊 我看看能不能养得起你 生活费 然后 然后什么 我们俩的租房 租物房房费 交通费 贷款 养老金 我的小花儿们 请注意 我今天 要向大家隆重地介绍 我们《灵魂》杂志的 《行任》主编 《灵魂》 掌声 大家好 我是从今天起 担任主编的白浩宇 这么说 您提前回来了 是的 回来了 那您回来当主编 《灵魂》呢 我老姑要结婚了 没错 我要结婚了 恭喜 我的爱情 这次终于来了 而且 我抓住了她 所有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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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淘气 淘气 哎呀 主编要不太凶了吧 对 对 对 爱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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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啊 我好想看啊 你们还记着那个安德烈吗 哎呦 就是那有八块腹肌的 意大利模特 她现在是我姑父 你维维维维小了整整十五岁 非说维维维是她见过 亚洲女人当中最漂亮的 非她不娶 永远光 我的小花儿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要向你们隆重地介绍 我的未婚服 安德烈 来吧 大家好 寶貝 你真漂亮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太爱你了 谢谢你 寶貝 看看她 这么英俊 这么时尚 非常非常灵魂 谢谢 我好喜欢 默默答 默默 默默 你们觉得怎么样 非常非常灵魂 爱你们哦 奶奶 真心 连处编都嫁出去 我什么时候才能嫁掉啊 随时都可以啊 你说什么 我说 如果你要想把自己嫁出去 随时都可以 真的 你娶我 当然了 我已经做好 随时娶你的准备了 护生 护生 你是认真的吗 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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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姐 我爱你 我爱你 乔姐 我爱你 乔姐 乔姐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姐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回来了 那你就坐在这儿 妈 慧珍 回来也不停打个电话了 这不想你们了吗 就立马回来了 这专老师送给大家的蛋糕 又送蛋糕来了 快坐休息会儿 饭菜马上就好啊 好嘞 你这儿有凌鲜哥在这儿吧 都是你爱吃的 我饿了 马上就好啊 饿得好 饿了 谁给你吃的 我跟你说几遍了 我不要捏我的脸 你吃不饿了 妈 你看我换个身材怎么这样 你们两个多大了 还这么玩 真的是 我才不给你呢 换你漂亮还不行 一个葡萄还不给你吃 真奇了怪了 妈 我爸呢 你爸出去溜弯去了 我吓我一跳 浑身输了 是啊 这样的天 跑得最舒服了 来 擦擦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家 我当然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才奇怪吧 这是你说的新出租啊 是啊 他到这里来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呀 是我们让他瞒你的 他为什么呢 就奇怪了 你知道了 我肯定不会答应的 啰啰嗦嗦的 没完没了 我哪有啊 我哪是这样的人啊 对吧 你就是 你就是 好远 看你瘦的 好远 来来来 吃 谢谢爸 来 吃点 先不能吃点 好 别给他加了 他自己能吃 多吃点 多吃 别听他了 吃吧 爸 爸 这个是我孝敬一下 这什么呀 之前不是说要给你买一个新的印刷机吗 那后来就 那个 从咱这收到辞职什么的 就时间有点晚了 就 一点点小钱你先收一下吧 不用 不用啊 这钱呢 你自己留着 我慢慢攒钱哪 买钱新的就好了 就是就是啊 爸妈怎么能花你的钱呢 快收起来 收起来啊 你们哪 往后花钱的点还多着呢 结婚 养孩子 买房子 买车 走呢 爸 妈 你们放心 慧珍嫁给我 他只要人来就可以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不是 这 妈 你就先收下吧 这才多了点钱呢 这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们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 什么都没说 这孩子挣点钱来孝顺父母 是应该的 再说了 浩宇他爸 我们都是这样的 对吧 你就收下吧 妈 你就收着吧 谢谢 来来 吃饭 吃饭吃饭 要掉了凉了 来来来 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啊 你怎么不睡觉啊 睡不着 你呢 我也睡不着 乖 要喝吗 你是不是睡不习惯这里啊 你盯着我干嘛呀 你想干嘛 我拿东西 你想什么呢 行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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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还好找到你了 其实你没有必要送我的 不是要赶去上班吗 没关系 顺路的 哪有顺路 我有袋小零食要不要吃 这什么东西 我和你爸一直都很内疚 这么多年来都没能帮到你 这是我们这几年来 给你攒下的钱 想说啊等你结婚的时候 当嫁妆用的 现在看来啊 好像也是时候了 用这些钱买个硬刷机也好啊 用这些钱买个硬刷机也好啊 好吃的也好 好用的也好 干吗把这些钱全部都给我 真的是 怎么了 没关系 冬蜜会有时间 和只是印刷机 我们可以把家里重新装修一遍 别哭了 早上好 早 好 早 主编早 主编早 早上好 早上好 主编 不好意思 我已经习惯了 通知大家 十分钟以后开会 加油主营 你和我们的小花儿们 好 来 浩哥你帮我看一下 我这板斗就收下来了 好 快点啊浩哥 浩哥 我这电脑怎么还不好呀 你昨天没修好 走了 我昨天下班谁就说了 没有 你刚刚就是给我寄电话 你还不过来呀 你怎么用啊 你怎么用啊 浩哥我们都是有什么样 你都收了 我我我我马上去 我马上去 不是你先来看看我的电脑 你昨天说了要先给我修的 你昨天说了 你昨天说了 不是 我就说了 好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 总经理我 总经理我 这棟楼的董事长儿子 拿我当少工来 就是 这么不懂事 都该改口了啊 统统都叫林总 林总可说了 这一个月的外卖啊 他全包了 大家爱吃什么吃什么 爱喝什么喝什么 但是有一个原则必须掌握 贵 好 掌声在哪里 好 好 好 哥哥 你解好了 林总 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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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遭遭了一天 我一定会不会回来做我 我给你 林浩哥 迪伴德曾经真的跟你们一起工作过吗 当然了 嗯 就坐你那张桌子 真的 嗯 那他是不是跟照片一样帅 帅 帅爆了 比我都帅 不过说到这儿 我还真的有点想一目隔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其实我也挺想知道的 对啊 他最近就像消失了一样 连微博都不更新了 不知道 他在世界哪个角落流浪呢 林老师 李慧生老师 终于听到我喊您了 你好 我不知道你在叫我 图纸还要确认 有空的时候 能不能请你们来开个会讨论一下 可以 我一会儿去通知其他人 谢谢 麻烦了 李老师 再见 慢走 李老师 我的天哪 李老师 李老师 天哪 九十九号 夏桥小姐 是 您的年龄稍稍有些大 不过看上去 好像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是的 等一下 你以前 是不是在华越酒店工作过呀 我去年在那里交流过两个月 我记得看过你当选优秀员工的报刊 对吧 没错 那你为什么这次 没有把这么优秀的履历填写进去啊 因为那份工作 不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主编 主编 你们是商量好 来集体拉低策划案的水准吗 这策划案就算作废了 下次开会 重新逃吧 请你们多认真一点 主编 主编 您又走错了 对了 每个人都有 对了 又有派对了 请简 是派对吗 我要结婚了 啊 啊 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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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有时间的话 都来喝起酒吧 没有啊 太好了 这 这俩人居然在我们演习的体格探柳 这俩人居然在我们演习的体格探柳 对了 爱仇丨 马上就到了 好 马上就到了 不许睁眼 睁眼吧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单身派对 明天你就要结婚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祝你幸福 谢谢女球 今天是你单身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你说什么都要留给我 谁叫你都不准走啊 谢谢你啊 乔 你看 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 干杯 干杯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清楚 什么事情啊 你通过了 而且真的通过了 你用自己能力找到工作了 乔儿 所以 为了我们慧珍的幸福婚姻生活和 支援下角的美好未来 干杯 干杯 对了 对了 这个 这个 这个要把她带上 这什么意思啊 你一直都是我心中的公主 从来都没有变过 现在 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以后 就是别人家的公主了 就是别人家的公主了 说这些干什么呀 说好了今天我开心的 还有一样东西我给你 这个 这个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不是说 结婚的时候要准备三样东西 你才能够幸福吗 有什么新的 你有爷爷奶奶的戒指 有什么新的 你有以封鸡借给你的婚纱 还有有什么新的 这个总该轮到我为你准备了吧 所以 我就为你做了这个 虽然 比不上什么大的牌子 但这是我一点点亲手为你做的 你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戴上 做一个全世界最幸福的新娘 好好看呀 谢谢你 乔 晨儿 你一定要幸福 一定一定要幸福 干杯 干杯 我们来照相吧 带着我给你的东西 看到你 未经许可 几次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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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慧珍 我新买的指甲刀呢 那个应该在你床头第二个柜子里 床头第二个柜子 这感冒什么时候好呀呀 喂 你好 我是林慧珍 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那个 那个 对对对 老师那边 是 是 他还没有把那个图片 发过来给我 我还没有确认 所以就没给您打过去 好嘞 好嘞 好 等他把图片发给我 我确认之后 我再晚点联系您好吗 好嘞 好 再见 没有啊 没有啊 你放哪儿了 有 你仔细看一下 我仔细找了 没有啊 昨天买了我连标签都没撕 就放在那里的 你看都没填色呢还 还行吧 你今天可是一天都没请你老公啊 对 我来吧 这么敷衍我 你没有敷衍你 我这不 我感冒了 我这些你不要等于把感冒 传染给你的嘛 对吧 那这样嘛 我一会儿把这个填完色之后 我再去亲你两分钟 好吗 算是补偿一个好吗 果然是结婚后感情就会变淡 慢慢地彼此就不重视对方了 我好孤单 好想哭 我把这脑合上了哟 然后呢 什么然后呢 你这个人真的是让人火他 什么叫然后呢 你自己过来在这儿一伙吃假刀 一伙又是亲信的你 你说你想怎么样 那你想怎么样 我没有想怎么样 我都生病了 我还想怎么样 你真的一大早想跟我吵架 还是怎么样 我 不是 这边一楼是我们酒店的咖啡厅 就是主村吧 早餐的时间一般是六点半到十点 小朋友 快起来 没事的没事的 哎呀 这是您的孩子吧 是的是的 谢谢你啊 我再带你们去那边来 是 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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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才更应该出去晒晒太阳啊 晒太阳就会好呢 应该会好的吧 嗯 不对 这个关在这里吧 整理的还真的挺能有趣啊 很厉害的 这里 你个亲亲 某一天 我忽然冒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那些主角们 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而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也一样 有些人是主角 有些人注定只是配角 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把自己活成了配角 因为没有自信 因为害怕失败 我们自己把自己 当成了注定的配角 你有没有兴趣写一些新闻报道 我还是算了吧 这太 文文总是说 长大后就会发现 人生不可能像童话一样幸福 既然这样 那就不要长大吧 永远保持初心 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保持同心 莫忘初衷 永远都像个孩子一样 勇敢地追求梦想 也许生活中会有 比童话更好的事情发生 比如像是 比如像是朝思暮想的青梅竹马 忽然回到了你的身边 就像你喜欢他一样 他正好也喜欢着你 又或者是 曾经遗忘的儿时梦想 有一天忽然就实现了 只要一直相信着 奇迹总会降临 好 妈妈妈妈 今天晚上我想让你给我讲故事 然后让爸爸给我做饭 你想要爸爸做饭 那你问爸爸愿不愿意啊 好吗 好 宝贝 今天晚上爸爸给你做饭 好 那我们回家吧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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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人了 都被人数了 你 完全不像的 也在孩子 彼岸 都被人了